扬赖着空中和海上交通的蓝宇族人 只要一遇到天候不佳就是交通停摆 尤其是在冬天 航运业者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不仅旅客减少 出航经营意愿也因此降低 让蓝宇族人的返家之路格外辛苦 搭乘人数不够 所以这个航班是越来越少 可是呢 交通是人的基本权利 你不应该因为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把航班然后呢减少 而是他必须要维持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次数 才能去符合在地蓝宇居民的需求 我为立岛蓝宇的这个淡季啊 这个交通啊 我都很关心 最怕就是天候的影响 蓝宇的冬季船班 过去就有基本航次补贴费用 但只够每周往返两趟次 不过经过立委稿路移用的争取 从今年1月开始增加为一周三趟次船班 而且每一班船会有十位的在地居民保留位 保留时间到开船前的一小时 在今年的1月1日开始 我们在冬季航班的部分就变成每周三班 那总共预算大概是690万 那我们大概就增加250万 就是能够维持增加这个航班 来维持一个基本民息 由于今年春节假期有9天 前后共11天假期 航港局表示基于营运与居民需求 会请业者协助从2月1号开始 每天至少有一船班 而2月7号到2月10号 则是每天都有两班往返 以提供居民更便利的交通选择 原始新闻起雇 无流立法院采访报道